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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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后 罗西找到了一份旅馆服务员的工作 从一名全职妈妈转型为上班族 而爱丽克斯却时常因为一些琐事与女友吵架 一次吵架后 爱丽克斯忍不住给罗西发信息 表示很想见一面 罗西收到后立刻飞奔到了波士顿 罗西陪伴在爱丽克斯身边 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罗西也大胆向爱丽克斯告白 但在试图接吻的那一刻 爱丽克斯还是婉拒了 过后才得知 原来爱丽克斯的女友已经怀孕 罗西则被爱丽克斯对他隐瞒真相 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 格雷格突然出现在罗西面前 他的到来给罗西母女的生活 增添了几分温馨和乐趣 罗西相信格雷格是真的浪子回头 于是两人也火速结婚 没多久 爱丽克斯再次发信息告诉罗西 他和女友已经分手 原来他的女友早已出轨 孩子的父亲是别人 时间又过去了五年 终于有一天 爱丽克斯写了封信 向罗西表白 不巧的是 信偏偏被格雷格捡到 看完后立刻藏了起来 不久 罗西发现丈夫格雷格对自己不忠 更是在现场抓到了格雷格 和异性在酒店调情 过后便与格雷格离了婚 在清理格雷格的物品时 罗西发现了那封爱丽克斯写给他的信 读完信后的罗西 马上联系上了爱丽克斯 但得当的消息却是 爱丽克斯马上要和贝瑟尼结婚了 不愿再错过机会的罗西 还是鼓起勇气 前往爱丽克斯的婚礼现场抢婚 但还是为时已晚 在婚礼上 罗西最终为爱丽克斯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他站在人群中 泪水溢满了他的双眼 时间很快又过了两年 回家后的罗西卖掉自己的房子 在海边翻建了一家小旅馆 就在旅馆开业的那一天 罗西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这个人正是爱丽克斯 罗西欣喜若狂 并腼腆地带领他进入客房 在房间内 爱丽克斯问罗西 我能带你跳一支舞吗 罗西害羞地回答道 虽然晚来 但总比没有好 接着 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或许人生最甜美的是爱情 最苦涩的也是爱情 有时候一个转身 就是一辈子错过 别等到错过了才去后悔 更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返回